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然后呢 今天上午 主播昨天晚上睡得很稳 今天上午终于坚持起来把这个需要拍卖的房子的账户给这个客户注册完了 所以现在这个账户呢 我们就是可以成功的进行竞拍了 但是因为时间还没到 所以我们会等到竞拍的时间 坐等拍价 那竞拍呢 现在这个网站是支持两种方式的 一种就是在网上竞拍 另外一种是打电话竞拍 但是我们感觉打电话有时候会耽误时间 因为一个人传递信息 一个人接收信息 然后来不停的叫价 我们觉得反倒网上应该是最快 最准确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在网上进行竞拍 不通过电话进行竞拍 所以昨天那个视频已经发出了 有很多朋友咨询我 英国这边如何购买 拍卖房产的这个事宜 因为拍卖房产 我建议大家 如果大家没有太强的动手能力 然后对房屋改造 房屋装修也不是特别感冒的话 我建议大家是不做拍卖房产买卖的 就是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不可控制的东西 就像是你去拍卖市场买一个汽车一样 你只是拍卖的时候能大体的看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车的发动机 车的变速箱到底怎么样 你是不清楚的 那房子的话也是这样的 因为你只能拍卖 买拍卖房产的时候 只能就是去一次两次就差不多了 你又不能说经常的去看 然后你又不能爬到人家的那个阁楼里去看 因为它不让你做鉴定 所以你只能是以最短的时间来评估一下这个房子的价值 如果是以极少的价格来投资 然后你再花一些钱给它修复和装修 这个成本和这个最后得到的这个回报到底是够不够的 因为如果这个房子有这大问题的话 就是等于你投资失败了 你买赔了 就这个房子如果不赔钱就已经烧高香了 最后有可能都赔钱 所以如果你买净牌房产的话 如果你懂行 如果你运气好 你会赚一笔 而且可能还赚的不少 但是如果你运气不好 你买到了一个房屋质量有问题 或者是这个房子的地理位置有问题 或者是犯罪率超高的一个地方 人家都不想要的一个房子 你给它买过来 所以有这种搬车的风险存在 大家想一下 这个房子它连装修都不装修了 就不要了 那不排除它是老人 他没有能力装修 所以他只要给它处理出去就好 因为他每个月如果不卖的话 还得上那个上税嘛 上console tax 除了这种理由之外 如果你看那个房东是最为年轻的年轻人 他把房子都不要了 年轻人有手有脚的话 你有能力赚钱 你自己不会装 找人装也可以 他都不要了 那大家就要仔细想一下 为什么这个房子人家不要了呢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房子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事情呢 希望大家仔细想好 所以我感觉如果作为一个正常的中国家庭来说 还是建议大家办 还是建议大家购买在英国正常的房产啊 可以拎包入住的这种 这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房产 嗯 非常平滑的过户之后 两到三周拿到钥匙就可以住了 住立的话也可以 当然你要是花一个更多的价钱 比如说 在国民汉地区5万呢 甚至是到10万英镑这样 所以他虽然贵 但是他超级省心 没有任何问题 买拍卖的房产呢 就是超级费心 但是他的价格很便宜啊 因为我视频一旦推出呢 有很多朋友问我房产拍卖 在英国的这个房产拍卖的事宜啊 对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的 一个一个一个新的新的东西哈 所以大家如果对房产这个拍卖感兴趣呢 我建议大家是先办理一个英国签证 因为这个一定得 一定得本人过来看哈 我给我的那个客户也最近办理了这个英国的签证了哈 啊 因为这个也是希望他过来自己看一看 因为我帮他看的话 这里面哈 说实话还是怕承担一些责任 那万一这个房子有什么问题 对方不喜欢 然后我呢 啊 又没给人做好前提的这个说明工作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的问题了 那大家如果想买这种房产败卖啊 在英国 一定要过来英国自己看啊 一定要自己看 现在办理英国签证 普通房产签证 并不是特别困难哈 很简单 中国有大量的淘宝公司都做这个 英国签证代办的 那包括这个 呃 包括主播本身也是可以帮你们办的 因为他这个 嗯 普通房产签证和所有的签证相比的话 它是最简单的一个 没有任何的难度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关于英国房产拍卖的 我想说的这些事情 先成功注册了账号哈 所以这个事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呃 也可以继续跟进主播的视频 那下面这个事情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是关于transwise账户的问题 开账户这里面不存在任何问题 那最近主播这边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寄信的过程中 在物流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问题 那这个时间节点呢 现在已经结束了哈 它发生的期限是在上个月的7月中旬到7月最后一天 如果主播是在这个期限中给大家寄出去了transwise的信 而且是通过英国皇家邮证寄出去的 那大家要做好这个信呢 晚收到的一个准备 呃 我今天周一呢 是收到了华南邮证的一个官方回复啊 华南邮证的国际分解站出问题了 它爆发疫情了 所以那个封减站 所以那个分解站已经被完全的封闭起来了 所有的员工呢 也是自行隔离在家中 所有的信件现在也是封闭在那个仓库中 任何人都进不去 呃 所有的文件信件也出不来 所以现在呢 呃 8月份以后的信件已经分解到别的分解站中了 所以不经过那个有疫情的分解站 所以8所以8月份以后通过主播寄出去的信 通过华南邮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华南邮证还会在10个工作日之内给大家送达邮件 所以就是在7月中旬到7月底这些朋友 如果大家还没有收到信的话 稍安勿躁 稍安勿躁 如果大家那个是需要这张实体卡来消费的 那大家只能等 如果大家是不需要通过这个卡来消费 想进行一个银行转账的话 呃 你可以跟主播私信哈 主播在英国可以帮大家办到 即使你呃 没有收到那张电话卡 你也是成功的可以在中国大陆登录你的transwise账户的哈 呃 然后登录之后就可以成功转账了 那今天有一位朋友上午找我哈 特别着急 特别着急要赚款 呃 你虽然可以在不收到你的银行卡 你的这个电话卡之前就登录 但是代价是你现在收到的那个呃 卡是可以激活的 但是你收到的那个电话卡就不可以用了 因为我在英国已经给你做了一个挂施 然后重新申请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电话卡 就是等于复制了一张你的电话卡 因为你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需要手机验证码才能登录 所以有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不是特别着急的话 还是等一等 耐心的等一等 啊 过不了几天就应该 只要信件一发到中国去 那中国那面五天之内就可以送达到大家的手里 如果大家实在等不了的话 再和主播联系啊 那我今天呢是帮这位朋友 成功解决了他不能在中国登录的问题 因为他卡也没收到电话卡也没收到 全卡在了呃 中国到英国物流的这个路上 大家现在已经能成功呃 登录他的网银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转款操作了啊 呃 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事情呢 是一个小众的呃 客户发生的一个问题 发生的时间是7月15号 上个月的7月15号到7月31号啊 呃 所以涉及到朋友 如果特别着急赶紧和主播联系 我在这边尽全力啊 在英国帮大家解决啊 那这一期视频关于呃 呃 英国房产竞拍的这个 这个事件更新 以及Transferwise7月下旬 呃 英国物流发生疫情 导致邮件分发 缓慢的这个事情就讲到这里 那朋友们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